马太福音26章39节 他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 祷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在面临上十字架的苦悲时 耶稣的祷告 显示出他人性的一面 耶稣并没有掩饰 他自己的挣扎和悲伤 反而他很真实的 把自己的心愿向父神成名 但是在不断的挣扎和悲伤中 耶稣最后仍然愿意 降福的向父神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今天再次让我们看到 主自己的榜样 我们一生不要求自己的意思 乃是要求主的意思 求主帮助我们 都成为体贴主心意 按照主的心意而行的人 我们服事的这个时代 看来很艰难 但比起这更大的问题 是失去了为这个时代 恳切祷告的内心 和为一个灵魂哭泣的牧者心肠 求主帮助我们 效法复复在地 祷告的耶稣 以恳切的内心 尽力献上祷告 以至于可以被神使用 去拯救这世代 许多世上的灵魂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